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航空行政总裁林兆波向员工发内部信 说事件对香港和国泰航空形象造成重大损害 公司必须迅速反应和采取行动 又提醒员工有责任照顾所有不同背景的乘客 让他们感到受到尊重 而涉事机组人员讲出不当言论 令其他坚持专业的同事受到影响 他又说如果仔细留意坊间评论 反映不少人都一直有感觉国泰未能一致待客 换言之他们认为今次并非单一事件 公司必须虚心反省 对于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发声明 说对事件令到三个空服员被解雇 表示深切遗憾 又说对于网上有呼吁乘客挑衅 并且涉录空服员感到惶恐 国泰回应说不接受工会立场 工会也不代表国泰 公司会继续与员工直接沟通 但是内地网民普遍不接受工会不代表国泰的说法 有内地传媒更加翻舊仗 说国泰六年前也曾经有员工拒绝用中文名牌 涉嫌歧视引发争议 事件持续发烤 国泰股价由星期二收市到星期四收市 累计已经跌超过4% 对于有意见认为 涉事空者只是私下作出被指歧视非英语乘客的言论 而并非有差别地提供服务 评纪会说都可能涉及其事 无论对方用什么语言 或者甚至乎用错字眼 他都实际上是有提供那种服务的 这个就会去了另外一个范畴 如果是顾客的话 会受到有一些不舒服 或者觉得是被藐视 被侮辱的感觉 可能是会跌下去一个种族的骚扰 或者种族的重伤等等 这些条文都会有的 是否直接跟他说 就未必是一个相关的决定因素 因为就算一帮人自己在说 但原来你说的东西是被一些受众听到的 营造一个不受欢迎的环境 都会是可能跌进那个骚扰或者种伤的范围 至于何时就族外歧视 即是同一种族歧视立法 他说政府立法会还未达到共识 希望尽快完成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北斗 诗志山隧道礼拜日清晨5点钟开始 实施不停车缴费易通行 文书处预计实施初期 不会大幅舒缓塞车 易通行的收费侦测器 设计斯隧沙田出入口 每边各变为三条通道 在最左边计一条是巴士通道 斯隧每日南北行 合共有9万架市车楼 比起青沙管制区和城门隧道更加繁忙 文书处预计实施易通行初期 不会大幅舒缓塞车 由于我们今次也只是用一个 易通行的方式 它仍然是需要缴费 隧道的容量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不预计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舒缓塞塞的情况 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大家熟习了 易通行之后 也在我们将来连收费艇都拆了之后 我们会可以进一步 优化我们目前的一些 特别在繁忙时间的交通安排 到时应该对于车速 会有更大的增加 星期六晚10点开始 斯隧会分阶段风路 去到星期日凌晨4点30分至5点 斯隧来回方向 和农场道连接斯隧的支路 将会全线封闭 其间五条的通宵巴士线 和六条小巴士线需要改道 易通行实施两个几星期 处方就相信驾驶人士已经熟习 是否可以提早在过海隧道实施呢 所以我们还要看了 斯芷山隧道 这条比较大流量的隧道 它开通了易通行的情况 我们才去决定 我们这三条过海隧道的开通的次序 和时间 运输处又说 每日平均接获10宗易通行投诉 主要是涉及人手输入错误车牌号码 导致收多隧道费 已经要求营办商加强员工培训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迁不露 港铁东冲线延线动工 增设东冲东和东冲西两个站 港铁华有信心 2029年元共 财政司司长 陈华波等官员和港铁管理层 在东冲东站工地举行动土仪式 东冲线延线将设有两个站 包括在东冲和欣澳站之间加涉东冲东站 配合东冲东的新田海区发展 也会在近日东商场对开的地底 在东冲西站 服务大约30万人口 财政司司长陈华波说 港铁四个新铁路项目 将会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 由这里一直搏上新界西 再搏去前海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运输物流的一条走线 也会对我们的物流业 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做 铁路完善的地方 能够早日可以有发展 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土地空间 行政长官会和行政会议 在一月批准工程 港铁早前估算工程开支 大约是195亿 当局按铁路加密业价发展协议 批出大约值近184亿的地皮给港铁 当局强调即使工程超支 将会由港铁承担 港铁就说有信心 两个新车站在2029年落成 最近也当然不单在香港 亦都在海外 亦都在内地 亦都有不同建造新线的经验 我们希望通过累积的经验 亦都是刚才提到 通过新科技 可以令到我们的整个建设的过程 可以更加有效率 更加顺利 长时间安值 这样完成我们的项目 至于港铁另外三个项目 包括是屯门南延线 东铁线鼓动站 和在屯马线加洪水桥站 连内亦都会动工 母线电视记者 现在见课 土地共享先渡计划 接获多一宗申请 涉及土地位于葵冲梨木道 是该计划首幅的市区用地 改幅土地位于梨木道 和昌宏路交界 占地大约1.2公斤 申请由天混丰香港有限公司递交 将会兴建大约912个公营房屋 和首市单位 300个私营房屋单位 以及附属设施 总楼面面积大约7万8千平方米 而私营房屋发展部分 会保留现存的二级历史建筑 作安劳院用途 发展局说 目前一共收到六中先度计划的申请 呼吁有意申请的项目倡议人 尽快提交申请 截止日期是明年5月5日 日本长野园一个持刀 与聂昌的男人发动习惊 造成三死一伤 死者包括两个警员 他之后逃入一座民居 挟持其他人 至今仍然与警员对视 目前未清楚犯案动计 警员入夜之后 继续包围当地一座建筑 与枪手对视 并且曾经传出枪声 事发在星期四下午4点多 有人报案说一名男子用刀刺伤一名女子 两名警员赶到现场之后 被兇徒用猎枪袭击 三人先后伤重不治 另外还有一名男子受伤 枪手在行空之后逃离现场 据报疑犯穿着全身迷彩服 戴迷彩帽 太阳眼镜以及口罩 案发在日本中部的长野园中野市 以中毒米为主 过往绝小发生严重罪案 据报枪手犯案之后 逃入市议会议长的屋内 和警员对视 由于他仍然持有枪械 当局透过紧急广播 呼吁居民不要外出 暂时未知枪手如何获得枪械 以及犯案动机 无线电视记者沉毁山报道 一手香港注册货轮 在埃及苏仪市运河割浅 运河公司派拖船成功协助脱困 苏仪市运河公司星期四说 长190米的香港货轮 新海通23号 当地清晨4点在苏仪市运河割浅 一度阻碍其后至少四艘船前进 据数据供应商资料显示 货轮在苏仪市运河南端附近失控 卡在运河东侧附近 当局接报货轮出现引擎故障后 派拖船协助 在事发三个几钟后 成功协助割浅货轮脱困 运河随即回复畅通 事故货轮由沙特阿拉伯杜巴港出发 由一间香港私人股份公司持有 并且由内地天津一间船务管理公司管理 苏仪市运河连接欧亚最短海上要渡 货运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数超过一成 近年发生过多宗类似的货轮割浅事故 在2021年3月 长400米的台湾长榮海运货轮长次号 在苏仪市运河河口南端突然遭到强风 船身偏离航道 足底割浅 导致航道完全堵塞 货轮近一个星期后才脱困 期间令到几百艘船只滞留在运河上 严重影响全球物流 遭到运河管理局索偿5亿5千万美元 被扣留在大虎湖超过三个月后 船公司和运河当局达成和解放行 埃及政府同年5月批准 扩阔运河南端航道工程 将容许双向通航 避免再出现塞船的情况 无线迪士记者 昨日三博道 现在回到其他消息 回到新闻时间 这次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个别发展 纳斯特克指数上升超过百分之一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就继续下跌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2,696点跌102点 标普500指数报 4,143点升28点 图像晶片生产商NVIDIA的利好消息 人发业务也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股价上扬 大动纳紫攀升 导致亦都连跌第五个交易人 曾经跌超过200点 NVIDIA上季度营业收入和盈利都多过市场预浸 现季度营业收入估计大幅增加 并且有望远高过预期 公司股价升超过良成 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56点 巴黎克指数跌24点 德国的指数跌48点 其他消息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王之锋 在社交平台公开一个警员和他家人的资料 早前被判囚三个月 法官颁布宣免判事 形容案件是警察起底里面最严重 2019年11月 反修例示威期间 西湾河发生警员开枪事件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王之锋 2020年8月中 在社交网站公开涉事 警员和他家人的个人资料和照片 违反法庭禁制令和匿名令 王之锋上个月中判囚三个月 高院法官高浩文颁布虽免判辞 说帖文以公开信形式 赞写给另一个公众人物 里面附有起底网站的连结 王之锋是公众人物 有重大影响力 造成的伤害更加大 即使王之锋无意引发其他论坛 含性暴力的留言讨论 但法庭必须为王之锋的网纵行为判刑处罚 判辞又说王之锋发文必有所图 如果认为帖文在当时的社会气氛 不会引发不当留言 实在极度天真 贴文只会可能令局势升温而非降温 就算迅速删除贴文 也已经造成伤害 王之锋虽然一早表明承认刑责 明白犯案做法不当 但考虑到他的社会地位和气氛 本案是警察弃底案中最严重 不过顾及案件然误起诉等因素 判囚三个月同必须给五万元重费 判辞补充 不明白王之锋发文之后三天 已经完成大部分的调查 但律政司仍然用了二十几个月 才向开枪警员索取证供并且检控王之锋 令到被告无法尽早认罪 在法庭而言情况并不理想 律政司也都必须解释延误的原因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不论 外交部驻港公署对英国政府再次发表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公署说所谓半年报告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外交抹抹黑中国政府对港政策 肆意攻击香港国安法和特区选举制度 但为香港人权发自状况 顿促英方确守国际法原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章 立即停止粗暴干预香港事务的政治操劳 公署又说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没有主权 没有治权也都没有监督权 英方累累将中英联合声明挂在嘴边 网谈所谓历史责任 纯属歪曲历史和法理的互缴前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在澳门考察的第三日 乐区探望长者 由参观资座房屋项目和长者公寓等等 由全澳门记者黄卫之部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8点多 来到新口岸一间酒楼饮早茶 澳门行政长官海一成在场迎接 他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离开 和他饮茶的包括曾经参与草拟基本法工作 全国政协前常委廖纠云 和澳门立法会前主席刘卓卓 好像闲话家常那样 讲回以前大家做的工作 大家醉舊而已 他说澳门做得很好 一路很安定 平稳发展 经济又好 现在慢慢恢复 他是代表了港澳办公司 代表中央对我们澳门老一辈的 曾经在澳门社团的澳门的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辅助人员自己问候 夏宝龙之后到澳门大车车博密馆侵观 又到长者中心和长者交流 中心导师向夏宝龙送上书发作品 祝福我们继续传承我们中华文化 和要团结我们的力量 和他将习主席的关为和关心送给我们 也会将我们的心意传给主席 而夏宝龙也到澳门博密馆了解传统文化 夏宝龙下午三点多到达望客 考察望客整屋 长者公寓和暂住房展示区等等 逗留超过了原本预期的大约半个小时 我信得过因为有兴趣 看得好看得开心 他觉得我们这里就好了 觉得好又够大 夏宝龙旗后到中卜综合体 和商界代表座谈 最后到普京酒店和政协委员 和法律和科技界的代表参聚 夏宝龙将会在澳门逗留至星期五 据了解他最后一天将会到澳门的大学考察 下午由澳门机场搭飞机离开 无线电视驻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内地电动车生产商比亚定 租同行举报说 部分车型所用的油箱污染物排放不达标 比亚定发声明反报 相关数据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 内地近年积极推动电动车行业发展 但市场竞争大 今年年初更加一度出现减价战 而市场占比最大的生产商比亚定 近日就被竞争对手之一 长城汽车10名举报 长城汽车星期四发布声明说 上个月向相关部门举报比亚迪旗下两个型号 采用的常压油箱涉嫌整车蒸发污染物排放不达标 大约两个小时后 比亚迪发声明反驳有关指控 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声明说长城汽车送检的比亚迪车 检测时里程只有450至670公里 因此提交的数据不符合国家要求的送检状态 即是由第三方抽样、保管和送检 以及完成3000公里磨合后测试 应为检测报告无效 有内地传媒就引述负责今次检测的机构 说正是了解事件详情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广西南宁市近日有多个市民投诉 路边泊车位收费过高 而全市近半收费车位又同一间国企营运 引起用公共道路资源来谋取暴力的争议 广西南宁市近日成为内地网民的焦点 原因在于当地路边收费泊车位的费用 同样在一类地区 当地头两个小时收费12元人民币 而广东深圳就是15元人民币 但两地去年的人均可招配收入 南宁是大约33000元人民币 而深圳的就是南宁的两倍以上 多名当地居民在社交平台上载 收费单据的截图质疑收费过高 泊车位管理问题亦为人咎病 当地传媒报道南宁市六成半路边收费泊车位 以及过半驾停车带 由当地一间国企垄断 对于民众质疑社会公共道路资源 被用来谋取暴力 市政府发布公告 涉事国企即日起停轮 由当地公交集团接管相关业务 市长侯刚亦都受政府管理工作不善 国公道歉 争议越演越烈 但涉事国企垂得全市大半停车位之前 有没有经过竞标程序 收取的费用流向等等 市政府仍然未作出解答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日本北海道特产直章物光 举行今年的首长拍卖 成交价达到历来第二个 拍卖星期四在札幌市中央批发市场举行 其中一对直章物光 以350万日元的天价成功拍卖出 折合接近20万港元 是历来第二高 仅次于2019年时候的500万日元 直章农业协会说 当地的物光 在6月底至到7月 将会是收成高峰期 预计出货量超过3200吨 大家好,我是王永奇 组织光成者6个成员 策划炸弹袭击法院大楼 和港铁等公共设施 一人被判监5年8个月 三人被判入教导所 剩下两人压后判刑 案情说光成者6个成员 前年4月至7月期间 计划在官堂和屯门裁判法院 印爆自制的炸弹 最终被捕 其中一个人承认 串谋恐怖活动罪 其余5个人承认交替控罪 串谋导致相当可能危害 生命或财产的爆炸罪 高等法院法官李云藤判刑时 有说 现年19岁被告何玉宏 被指是主脑 他的记事宝写明计划实施恐怖活动 促进中共与各方的矛盾 尝试引发骨牌效应 事后纯粹建立反抗组织 另一被告21岁的欧盟 负责出钱租尖沙罪宾馆房间 制作炸弹 他连同何玉宏 另一被告17岁的陈卓轩 先后到官堂和屯门法院等目标 实地勘察和影响 至于另外两名被告 20岁的苏永征 和17岁的罗启荣 分别答应采购制作炸弹所需的化学品 和收取500元的报酬 不过最终苏永征 未能够买到任何原料 法官说涉案计划有实际行动 包括可行的时间表 计划购买原料和制作炸弹 无论爆炸是否发生 已经符合串谋导致 相当可能危害生命或财产的爆炸罪 最高可以判囚20年 幸好警方采取有效行动 令计划闻牙的时候已被磨灭 被告欧民负责租地方 计划制作炸弹等 罪责较高 判监是唯一的选择 以监禁八年半为量刑起点 认罪扣减至五年八个月 被告陈卓轻和罗启荣只是暴兵 苏永征未能成功救入炸弹原材料 角色次要 罪责较轻 加上三个人现时未够21岁 判入教导所 以反映判刑不太宽松或严苛 至于何玉宏年同 现年20岁的被告郭文熙 押后至9月27日再处理判刑 无线电视记者周永恩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五传谋勾结外国势力案 辩方早前申请永久中止聆讯 高等法院下个星期一宣布裁决 黎智英一方质疑 特首任命国安法指定法官制度 实施过程欠缺透明度和保障 以行政长官和律政司司长 千方百计阻止黎智英 拼用海外大律师Tim Owen抗辩 认为是迫害而非检控 黎智英一方早前申请永久中止聆讯 根据司法机构网页显示 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兵 李素兰和李运腾 将会在下个星期一 下午4点钟颁布书面判斥 而高等法院上个星期五 已经驳回黎智英就案件的司法复合 特首李家超形容 中央器官捐赠登记明册 出现不尽常取消是此用 不要求警方调查 以无卫生局局长老重贸认为 特首的言论是针对发放假消息 造谣作假误到其他人的人 两地正是商途将器官移植 互动机制行常化 中央器官捐赠明册 五个月内有五千多个登记取消 特首李家超说情况非常可疑 要求警方调查 义务卫生局局长老重贸被问到 会不会造成反效果 由登记去取消 市民是绝对基于他的志愿 也绝对有权利去做 这个不会牵涉到任何的 所谓可能牵涉违法的一个行为 但是特首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造谣作假的人 我相信无知和无耻虽然有些相似 但是有很大分别 在立法会大会 有议员就说留意到网上出现谣言 这些人在网上恶意散布这些虚解言论 是非常可恥和冷血的 煽动的市民 无论之前有没有登记过都好 一律都要去政府的网站取消捐赠 否则他们就说器官会捐到内地 多个议员促请政府修例 是不是捐赠器官 要跟从死者生前的意愿 而不是家属 就算生前那个逝去者的意愿 是希望可以为外人间 但是因为我们的后本不想的话 到最后都是不能够成功捐献自己的器官 所以我们很希望当局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是可以优化这方面的法例 也都有议员认为政府提供有因 鼓励捐赠器官 例如安排器官捐赠者 优先获得政府的骨灰鸣位 香港的骨灰鸣位 可能是世界上尺隔最高的地方 最终落实与内地器官移植合作的 无着束力议案 获在值过半议员通过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卫生防卫中心宣布流感季节圆建 而新冠个案也持续放缓 中心说本港流感活跃程度 自4月初持续上升 同月下旬到达最高峰之后 逐渐回落 截至今个月20日的一个礼拜 跌至10宗 返道基线水平 而本地新冠病毒活跃度的升风 也显著放缓 上个礼拜四至今个礼拜三 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 介乎467宗至554宗 公立医院每日新增住院个案 数目在384至489宗陪陪 而学校安老院和残疾人社院社等 也未有出现大型爆发 内地新冠疫情近日升温 多地出现校园疫情 陈西省宣布将新冠感染 列为特别关注事件 而北京市委建议 民众阻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戴口罩 中国工程院院市中南山 近日说内地已经进入新一波新冠感染高峰期 北京市委建委最新公布 截至今个月21号 新冠感染已经连续四个星期 位列全市法定传染病报告病例的首位 不少民众都响应当局呼吁 搭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去人流密集地方的时候戴口罩 自己认为你坐公交人多 你又不可能不坐 所以我觉得戴口罩是一个主要方面 能保护自己好一点 但也有市民获不太担心 而内地多名医学专家也建议 不论是第一次感染 还是栽度感染 都应该居家隔离 降低传播风险 各地远校也都加紧部署 陕西省教育厅星期三就宣布 将新冠病毒感染列为特别关注事件 浙江省也有远校就疫情处置 进行沙盘推演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商务部长黄文涛赴美 将会误美国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 如此同时 美国驻华大使白欣诗 在重庆参观中美相关的历史遗迹 并且提到中美合作广市 分析说是为中美关系解冻 营造气氛 中美近张关系有缓和迹象 国家商务部宣布 部长黄文涛将前往美国 参加星期四开始一连两日 在底特律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 期间会分别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以及贸易代表戴琪举行会谈 中方将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与美方进行交流 路透社引述消息说中美商务部长会面将在华盛顿举行 在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中美部长级官员第一次在华盛顿会面 商务部又说 黄文涛星期一在上海和强商3M公司等美国企业的代表会面 话中方持续欢迎美国企业在中国发展 并达到双赢的成果 自以月气球风波之后 中美官员交流陷于停顿 直到上个星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在维也纳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两国关系有回乱迹象 美国驻华大使白欣斯连日在社交平台发文 说自己正在重庆参观罗斯福图书馆 二战期间的美国大使馆旧址 以及曾经驻扎重庆的美国志愿飞行团 飞虎队的展览馆等历史遗迹 并细数中美合作往事 有分析认为白欣斯此行是为中美关系解冻凝造气氛 无线迪斯记者陈慧珊报道 英国去年的正义入人口 达到破纪录的六十万六千人 并且估计去年有五万二千个香港人 透过BNO签证计划长期居留 英国统计局公布 去年有116万人移入当地 移出就有近五十五万人 当局解释 正移入人口畅新高 主要因为非欧盟国家 移入人口大幅上升 以及欧盟国家人口正流出 当中的移民主要来自乌克兰和香港 官员估计去年有大约11万4千个乌克兰人 和五万二千个香港人 透过特别签证计划 去到英国长期居留 不同计局又修订一些假设 认为并非所有申请BNO签证的港人 都会长居英国超过十二个月 又说过去十八个月 有较多乌克兰和香港人移居英国 属于特殊事件 增长速度在最近几个季度已经放缓 显示情况属于暂时性 首相新委呈承认移民数字太高 但否认情况失控 华会考虑一些措施将数字压低 有时一转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新闻时间 政府公布明年17日公众假期的安排 续称劳工假的法定假认 明年会多一日 三年疫情终于结束 打工仔可以报复式旅游 如何善用假期要动下脑筋 明年农历新年 但年初一是2月10日星期六 会年放四日 到2月13日年初四 年初四是补星期日年初二 但年初一就没得保 换言之对部分打工仔来说 是亏了一日假 打工仔春年最有机会自制长假 是在复活节连同清明 复活节假期由3月29日到4月1日 额外请多两日假 就可以连住4月4日的清明假期 连放七日 如果5日都请假 连同周末就可以连放十日 至于春年圣诞节假期 是放星期三和星期四 如果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 以及星期二都请假 连同元旦假期就可以自制八日假 另外对于只是放法定假期 即是劳工假的打工仔 明年会再多一日假 新增的就是圣诞节第二日 即是12月26日 多一日假 如果同一时间放假的话 大家可以安排时间好些 我四十多年前做事 已经在说劳工假和银行假 应该是看齐 但现在都是加一日 完全没用 政府2022年起 每两年增加一日法定假期 去年先增加佛担 到2030年 就会和公众假期的日数看齐 无线理事记者叶芝华报导 首场由食环署和本地团体 举办的周末使集 即日至到下个星期一 朝十晚十一 在西贡天后庙外面举行 打头阵的西贡市集 以刚刚过去的天后弹为主题 设有66个摊档 丰围干货区以及熟食区 花生糖、冰糖、葫芦等传统小食 海味、药材、干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现场都设有粤劇气盘以及加年华 不少市民都专程跨区 就是看有什么特色的东西 平时可能在香港比较少见到的 可能就会试一下 如果一会儿戏盘里面的曲目 是自己喜欢的 我可能都会抽一点时间去看 市集都设有展览 也都展出这个天后卡通奖 也有介绍天后弹的游来 以及西贡天后庙的特色 西贡码头海旁平时周末都会有市集 天后弹市集横跨周末 会不会互相抢人流呢 我不怕的 各有各做的嘛 你要多人才有生意 最多的人才有生意 而且做生意哪有独视 因为这里做街坊生意 和吸引那些人流过来 因为晚上会有演戏的嘛 希望那些人看到我们就光顺一下 现在往年更少人 今年多了 很多人都出来逛逛街 都去买了 这里做夜晚黑就比较多人一些 近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出周末市集 增加市民休闲项目 并且催化多元本土经济 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 当局应该放宽场地规例 方便更多地区团体自行筹办 现在的限制比较多 就是很多政府场地 他们不能够用它收钱 那这些政策如果松了榜之后 我相信那个效应会更加 比政府自己做会更加大 事实上很多承办的团体 跟我们反映 他们都是一些非贸易团体 他们的目的不是在场地那里 他们希望能够振兴当地的一些 小经济的 比如说有些小朋友 有些年轻人手作 有些兔特产 而全湾沙咀游乐场 今个礼拜五到礼拜日 都会举办市集 无线电视记者 张可林报导 黄色巨型催气橡皮鸭 重临香港 昨天早上在清衣试水 十年前都有黄色橡皮鸭 在维港摆放 今次有什么不同呢 一起看看 同样的造型 黄色巨型催气橡皮鸭 早上由清衣船厂出发 不同的是 好像高了一些 而且更加有两只 双双在清衣和荃湾之间的 南巴勒海峡上泳 两只18米高的黄色巨型催气橡皮鸭 由拖船拖着向西走 穿过丁九桥之后折返 展览名为橡皮鸭二重唱 主办方预告 6月1日将会公布 橡皮鸭展出厂程 期望再次透过橡皮鸭 散发艺术的治疗力量 温暖人心 据了解香港是这一轮展出的第一站 巨型橡皮鸭2013年首次在维港展出 当时只有一只 只有16.5米高 负责创作的荷兰艺术家霍夫曼 当时也有出席开幕仪式 展出期间一度洩气 逗留过几月 吸引了近800万人次欣赏 牵起打卡热潮 离开香港之后 转转到北京上海展出 一样是万人迷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娥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正式宣布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但他透过社交媒体twitter 宣布参选的活动遇到阻滞 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星期三发布片段 宣布参与明年的总统选举 不过他随后在twitter搞的活动 就遇到波折 网民星期三登入twitter 准备收听德桑蒂斯宣布参选的时候 系统出现技术问题 twitter行政总裁马斯克说 由于太多人登入 伺服器不升负荷 结果被原定时间延误了超过20分钟 网民才能听到德桑蒂斯的宣布 但是由于德桑蒂斯在堕胎 同性恋等据争议的议题上 采取强硬的保守立场 不少民众反对他参选 星期三在迈阿密有民众上街示威 就德桑蒂斯的政策表达不满 现年44岁的德桑蒂斯 被视为是共和党内最有机会挑战前总统特朗普的人 特朗普在德桑蒂斯在twitter宣布参选几个小时前 在社交平台发文 说德桑蒂斯因为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险 在国会上得票失利 将会不能够在初选和大选获胜 特朗普更加形容德桑蒂斯是背叛者 目前共和党内已经宣布参选的人 除了特朗普 还有南卡罗莱纳州前州长克里 亚肯息州前州长哈欣森 和非洲裔参议员斯科特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导 美国摇滚天后 Tina Turner因病离世 中年83岁 不过摇滚天后的背后 经历过艰苦起伏的人生 Tina Turner在1939年11月 出身于田纳西州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 原名布洛克 50年代遇上前夫吉他首特朗 开始在乐坛发展 两个人一起出唱片 Tina正是特朗帮她改的艺名 Tina Turner分后长期受到家暴 最终在1976年离开特朗 当时她已经差不多40岁 Tina Turner从来不羞于谈及这段往事 反而将她变成动力 以强者的姿态将她在乐坛的成就 推上高峰 Tina Turner的故事 更加被改编成白老辈音乐剧 Tina Turner在1994年移居瑞市 10年前嫁给年轻过她16岁的 前唱片监制巴克 近年幻想抢癌 亦曾经中风 又因为慎衰竭接受器官移植 她的经理人发声明说 Tina Turner星期三在苏黎世附近的寓所 安长离世 她的丧礼不会公开 只有家人和物友出席 美国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说 Tina Turner是乐坛的偶像 在舞台上留下不少的美妙时刻 她的离世是乐坛的巨大损失 无线电视记者韩英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